人不只是被救的人吃到了热热的饭食 还有衣 的确我们每一年在国际救灾的时候 就会感觉到衣物 蓝天白云穿起来很有精神 但是白裤很容易脏 要怎么办 我就一直在想 能不能去研发出来白裤沾泥 不脏不受污染 虽然我是洗出了蓝蹄 没问题 真的用了一段时间 果然有一天 拿到了布料来了 已经研发成就 这样的衣物仿杀品 也已经很成功了 接下来的就是住的 住的还在进行中 所以能说不感恩吗 真的他们都社会的实业佳 而且充满了尝识智慧 更难得的是充满爱心 所以这一群社会的实业家 为国际救援而研发出了再生资源 变成了优质产品 这都是在延续悟命的 既可延续悟命 更能为慈祭的慧命 四大事业做后盾 他们自己的企业 自己的企业就没出于吹销碎铃 但是为了慈祭 为了大爱感恩科技 他们到处去说明 去推动 你看这都是我们的社会 交交着企业的经营 他们把心汇合起来 平常他们过来过来 会数研忙碌 但是这么多的 有成就的企业家 跟我来为慈祭 作为捷径人 往下挖井 让他用钱 让慈祭能没有复顾自由 将来四大事业 不管是慈善医疗教育人文 我们也可以在社会 有这样的后盾 不要忘掉了 那我们也要感恩 环保菩萨造福人 他们这样的造福人间 疼喜大地 那这个实在是 无不多事让我感恩 这真多的感恩公为情 那总而言之 我们期待 更期待 我们要最盛全程 保护大地 如何呢 缓和气货的 气体的升高 唯一的办法 就是在人人的生活 放 Fig 做 事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